除了之前我们讲过的一对一或者一对多的这种文档关系之外 在实际的应用当中呢 我们还可能会遇到的一种比较常见的文档关系 会更复杂一点 文档之间的关系呢会出现多层次的关系 那么这些不同的层次之间的关系 配合在一起会形成一个类似竖形图的结构 那么我们就把这种文档关系呢称作为竖形结构关系 这样的结构关系呢一般多鉴于一些静态数据 或者说是更新频率比较低的这种参考数据当中 比如我们给大家举一个例子 假设我们在数据库当中呢 要存储一些表示数据库种类的文档 那么我们看在最高的一个层次来说 对数据库它作为这个竖形图结构的根节点 那么再往下呢我们说数据库的种类 可以简单的分为两类 一种是关系型数据库 另外一种是非关系型数据库 那么这又是两个节点 然后关系型数据库下面呢 我们还可以有一些特定的数据库的例子 比如说MySQL数据库 而在非关系型数据库节点下面呢 我们又可以再分出一个层次 那么非关系型数据库它也分几个不同的种类 比如说有建植对 保存建植对的这样的非关系型数据库 那比如说举个例子就像Redis 那么还有呢保存文档的非关系数据库 那么这样的非关系数据库 它再往下一个层次我们举一个实例呢 那就好像我们现在在讲解的MongoDB 那我们可以看到 如果每一个节点都是我们数据库当中 保存了一篇文档的话 那么这些节点之间的这个关系 就不只是说一对一或者一对多 那样的模型可以很轻易的去把它表达出来的 那么对于这样稍微复杂一点的 数型结构的这个数据 我们一般有哪些方法 可以去很好的把它们表达出来呢 我们看呢 首先第一种方法就是在每篇文档当中 我们除了保存文档本身的内容以外 我们在保存一个字段 是用来指向这篇文档的附节点 那么我们举一个例子来看 比如说这是那一篇表示MongoDB的文档 那么我们除了这个文档本身的各种各样的 它本身的内容之外呢 我们还可以在文档中添加一个字段 对吧 就是parent 也就是说它上一层的那一个节点 应该是哪一个节点呢 我们知道MongoDB它是属于这个存储文档型的非关系数据库 所以它的上一个附节点呢 是这个document的这一个文档 好 那么我们就用这个parent字段 表示了MongoDB这篇文档的 在上一层的附节点是谁 它是这篇document 也就是文档型数据库的这一篇整档 那么这一篇文档呢 它在这个竖型结构中 它的上面也是有一个附节点的 那么我们同样用parent这个字段来表示 而它的附节点就是 比文档型数据库再上一层的这个类型 叫做非关系型数据库了 那么我们又走上去了一步 到了非关系型数据库这篇文档 它在我们的这棵树里边 仍然是有附节点的 而它的附节点呢 就是数据库这一个跟节点了 那么再上去 数据库表达数据库的这篇文档 因为它已经是我们这个 竖型结构的跟节点了 再往上 它已经没有任何其他的附节点了 那么这个文档中 同样包含parent这个字段 只不过这个字段呢 它就不需要赋予它任何值了 因为它不再指向任何的附节点了 看到这样的附节点为no 我们就知道 这篇文档它处在我们这个 竖型结构的最顶层了 好的 那么我们在每一篇文档中 增加了这一个parent的字段 用来表达我们这篇文档的附节点之后 那么我们用了这样的方法 就可以表达出我们的这个竖型结构 比如说如果我们要搜索 这个relational也就是非关键型数据库的这篇文档 它的子节点是谁呢 那我们就可以直接搜索 也就是这个parent字段 等于non-relational的文档有哪几篇呢 如果使用这样的搜索语句的话 那我们也都熟悉这样的搜索语句了 就可以很快的定位到这篇文档 对不对 因为这篇文档型数据库 这一篇文档 它里边的parent字段就是等于non-relational 是非关键型数据库 那么我们就可以一下子找到 非关键型数据库这篇文档 它的子节点对应的文档 就是这篇文档型数据库 对不对 所以呢 如果你的应用常常需要发出类似这样的搜索语句 需要查找某一个节点 它的子节点是谁 而且我们注意 这个是紧邻着的子节点 对不对 因为我们看non-relational这篇文档的下一个 这个子节点 下一层的子节点 就是这个document 这个文档型数据库 它再往下的子节点 mongodb 我们看到这篇mongodb的文档 它和这篇non-relational文档 并没有通过parent这个字段 有任何的联系了 因为它距离这个non-relational的文档 不只隔了一层 而是隔了两层 如果你需要做这种 在隔代的这样的搜索 这样的表达方式 可能就不是最合适的了 所以呢 我们一定要 首先深入的了解 我们的这个数据 在被使用到的时候 这个使用的模式是怎样的 如果你们的使用模式 常常只是需要 找到紧邻这个层次的 相隔一带的这个子节点的话 那么使用这个parent字段 就是一个既简单 又很有效的 表达竖形结构的方式了 那么除了这种 保存一个parent字段 指向你的负节点 来表示竖形结构之外呢 那么大家很容易就想到 我们完全可以反过来做 对不对 我也可以呢 保存一个指向子节点 这样的一个字段 在我们的文档当中 那么举一个例子 比如说 我们的那个根节点 是database 是数据库 写篇文档 那我们可以在文档当中 包含一个字段 叫做children 那么这个字段呢 我们看它是一个数组字段 我们可以在这个文档中 把这个根节点 它下面的两个子节点 都摆在这个children 的这个字段里边 我们知道呢 这个database的这一个根节点 它下面有两个子节点 一个是relational 也就是关系型 另外一个是non-relational 也就是非关系型 我们把它们都摆在这里 不过大家要注意啊 这里我们摆放的 仍然是 紧邻的下一个层次 的两个子节点 再往下的这个子节点呢 我们就不包含在里边了 所以这里我们仍然是 只是紧邻的 两个层次之间的关系 好的 那么再往下呢 如果是到了non-relational 这一篇文档的层次 那么我们也可以加入 children这个字段 那么non-relational 这一个节点下面 它又有两个子节点 它代表的是两种不同的 非关系型数据库的类型 一个是建制对 一个是文档型 那我们也把它们都摆在 children这一个数据字段里 于是呢 照着这样的一个模式 我们再往下 到了document 文档型数据库 这一层 它下面就只有一个子节点了 就是这篇mongodb的文档 而到了mongodb这个层次呢 它已经是最底层了 它下面没有更多的子节点了 那么children这个数据字段 就是一个空字段 因为它下面没有子节点了 我们看到这样的一种方法呢 它和我们之前看到的那一种 使用parent字段相比呢 非常类似 只不过是把这个关系 反过来来表示了 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呢 如果我们搜索文档的时候 比如说我们搜索 这个子节点是mongodb的文档 是哪些呢 那我们就可以很快的定位到 这一篇document的文档 也就是文档型数据库 也就是说呢 如果你们的应用 对于数据的查询 常常是要基于一个子节点的值 而去查询它的上层负节点 那么这样的一个表达方法 就非常适合你的这种应用了 因为你可以很快的 通过搜索这个children 数据字段里面的值 很快的定位到 它们对应的负节点 然后呢 就可以取得它们对应的 这个mongodb数据库当中的文档了 所以呢 这也是一种 表示这种数型结构的方法 而且我们注意到 和之前那个方法一样 它们所表示的呢 也都是紧邻的两个层次之间的关系 如果是跨越了几个层次的话 那么它们之间的关系 就不能被我们这样的文档结构 来表达了 所以呢 一定要注意这样的表达结构 所适应的使用的模式 好了 那么刚才除了介绍的这两种方法呢 我们还有表达数型结构的方法 我们再来看一个例子啊 好 我们刚刚都说呢 那刚刚那几种方式都是只能表达 紧邻的两个层次之间的关系 也就是说 复节点只能把它联系到 紧邻它的下一层的紫节点 或者说紫节点只能把它联系到 紧邻它的上一层复节点 那么这次呢 我们试着把跨越几个层次的 这个节点之间的关系 都把它表示出来 那比如说 我们从最底层的这个 表示mongodb的这一个文档 开始 我们可以加入一个字段叫做 ancestors 也就是说 我们把它所有的祖先 对吧 我们把它所有的前辈 节点全部都摆在一个 数组字段里面 那我们知道 mongodb它一路上去的话 它紧邻的上一层节点 是那个document 也就是文档型数据库 然后呢 从文档型数据库再往上一层呢 它的副节点是 non-relational 也就是非关系型数据库 而从这个non-relational 再上一层次 就是database 这一个根节点了 从这个根节点再往上 就没有了 所以我们就停在这里了 于是我们看到 在这个ancestors 这样的一个数组字段里面呢 我们是把mongodb 一路走上去 走到根节点的 这一路上所有的前辈们 这些前辈节点 我们全都摆在这里了 跟着这一个数组字段 我们就可以从mongodb 这个最底层的节点 一路走到根节点了 我们看到 这就和我们之前 那两个例子不太相同了 对吧 我们是不止表达 紧邻一带的 这个负节点或紫节点了 我们是非常全面的 把这个节点一路向上 所有的这个前辈们 全部都写在这里了 那么我们再跨上一层呢 到了这个文档型数据库 的这一个文档的时候呢 我们也加上这个ancestors 这样的一个数组字段 那么我们也是把从 document这个节点开始 一路往上 一直走到根节点的 所有的会经过的 这个负节点 全部都包含在 这个数组字段里边 那么文档型数据库 再往上一层是 非关系型数据库 然后再往上 是这个数据库 在这个总的分类 继续往上不用说了 当我们到达了 non-relational 这一个节点的时候 它的ancestors 再往上 它只有一个负节点了 就是database 这一个根节点 而到了database 这一个根节点的时候呢 它没有任何的前辈了 因为它就是 我们整个竖型结构的顶点了 好的 那我们这样呢 使用这样一个ancestors 的数组字段 也是一种表达 这个文档 竖型结构的一个方法 那么 它跟前面的不同呢 是 它是从一篇文档 可以连接到 它的不止 一带的负节点 对吧 它有紧邻一带的负节点 有再往上 一带的负节点 以至于一直走到根节点 对于每一篇文档 都是如此 每一篇文档呢 它都指向自己 这个所有的前辈节点 那么这样的一个文档结构呢 我们确实就可以 不只是说 在搜索的时候 不只是找到它 紧邻的上下一层 的这个节点了 我们是可以把这个 竖型结构当中的 一棵子树 完全的找出来的 比如说 我们这样来搜索 我们搜索 ancestors 这个字段当中 包含database的文档 那我们会找到 几篇文档呢 我们目测一下 我们首先会找到 这篇 non-relational的文档 我们也会找到 这篇 document的文档 对吧 因为database 也在ancestors 的这个字段里面 我们还会找到 mongodb这篇文档 因为它的ancestors 字段里面 也包含了database 那么我们使用 这个database 真节点做搜索 我们就可以把它 下面一录的 这个所有的 几节点都找出来 那同样的 如果我们说 我们要使用的 搜索语句呢 搜索条件是 ancestors字段里面 包含non-relational 那我们也就会 找到两篇 对不对 我们会找到这篇 文档型数据库 节点 我们还会找到 这一篇 mongodb的节点 相当于我们把 non-relational 这个节点下面的 所有的 这个子数当中的 所有的节点 都提取出来了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呢 这样的一种 表达数型结构的方式 虽然说 它在每篇文档当中 额外存储的数据 变得更多了 相比我们之前 建设的那两种方式 它存储的数据 似乎是变多了 但是呢 它也有它的好处 就是它在搜索的时候呢 它可以让我们 很轻松的搜索出 从一个节点开始 下面的这一棵子 极树所有的节点 那么如果你的应用 常常需要做类似这样 提取子极树的查询 那么自然这种表达方式 是比起前两种表达方式 更适合你的应用的 一种呢 给数据建模的方式了 那么讲完这三种 表达方式之后呢 我们还想给大家 再介绍一种 又稍微有所不同的 表达数型结构的 这个数据的方式了 我们来看一下啊